有一名男司机 疑似误踩油门倒车 整辆车就撞入到了茶餐室 并且撞到一名正在用餐的时刻 庆幸的是被撞的时刻 只是受到轻伤 感激了解 这起事故是在昨天 5月11号 在蒲仲的一家茶餐室发生的 根据目击者所说 白色的丰田Camry的司机 是一名印译男子 他踩油门 到车的时候 轿车失控 撞倒两辆摩托车之后 再撞入到茶餐室里头 现场的时刻是惊慌的逃命 那么设货轿车的车尾 是有撞损的 茶餐室里头的餐桌 几乎是被撞翻的 事后这个司机坐在椅子上 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那么目击者就有说了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他们也是有前往现场 去展开调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